好 我們雷妮是靠狗來交朋友的 兩隻狗都超級美的 你還發現到一個現象 二手車比新車還貴 哇 這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敗這個新車 沒車所賜 連帶的影響到這個二手車市場 可是我現在講 台灣車是有幾款奇葩 你知道嗎 我講一個 之前我老闆 他買了一台這個 應該叫做我們俗稱的吉普車 英國品牌的吉普車 港劇裡面什麼飛狐隊 都會從裡面跳出來那種 拿著槍那種 我們老闆就耍帥 就買了一台你知道嗎 結果那個車 你根本沒有辦法開 你知道嗎 在平地走平地 他也好像在越野一樣晃得厲害 老婆沒辦法化妝妝都糊了 小孩子做到兔奶 你說那種車怎麼能夠在市區裡面開 180幾萬買的 當時賤賣開不到一個月 撩30萬把它處理掉 現在已經時隔大概15年了 慧民知道那台車現在行情多少錢嗎 不好意思啊 現在只要250萬 200幾30萬 為什麼 就是人就是這樣 有時候你就說他賤 你知道嗎 有的時候你不要 沒有的時候你這麼哈的要死 然後還要回過頭來去找那種車來買 好那還有一個 賓士也有一款叫G開頭 G卡也是一樣 那個車到現在十幾年了 你知道嗎 我一看就硬邦邦的要怎麼做 對啊 那個車現在人真的愛得要死 只要你車況漂亮 我跟你講都是搶著要 只要一拋出來 其實都馬上被社團裡面都秒殺 這兩款車在台灣看上很奇葩 可是呢 講到我們這種五六年級 七年級的這些大叔 現在都已經變大叔了 我們當時腦袋中有一款神車 你知道嗎 就是日本的那個EVO 最早啊 他從成龍的這個什麼霹靂火 然後從我是誰啊 這電影裡面串紅你知道 亞洲人就好喜歡這台車 結果這台車一直紅 紅到美國去你知道 包括那些亞裔的人 都好喜歡這台車 你看到那個成龍開這台車 在裡面排檔 用這種永春拳 噼哩啪啪在那邊打檔 然後那個我是誰裡面 這台車還可以在地上打陀螺 還可以轉 可是這台車真的是很厲害的一台車 他幾乎啊 一年到兩年就改款一次 從一代二代三代一直出到十代 這台車他在2000年 2002年03年也停產了 現在也快20年了吧 還要多少錢 當時新車價3萬美金不到 在日本呢 大概摺合台幣百萬內 現在這些車你要去買他 至少我講的是二手車喔 至少都還有120萬到150萬 那就是給那些瘋狂車迷弄的啊 那我們再講更瘋狂的事情 這是二手車啊 你的這個價格超過你的折舊也就算了 那如果你把它翻新 什麼叫翻新呢 就是烤漆重烤 引擎整顆重組 甚至每一顆螺絲都拿來重新電鍍 如果我這樣做好 慧銘你猜 我剛才講新車價不到再百萬左右的車 現在整理好一台賣你 你願意花多少錢買 不買 超級 不急你如果中毒的 你就會日夜這個想著要買 我要想著中毒者的心情是不是 對 200 200喔 不好意思 500 很誇張對不對 這個毒癮很深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更誇張的 我剛才是講三菱的EV 還有一台神車叫東營戰神 這個Nissan做的 Nissan做的呢 可能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比賽啊 什麼都沒辦法做 去推廣去推行去參加比賽 整個賽車部門 大概也是閒著沒事做 是啊 他們就想出一個妙招 來幫你整理老車 10年20年的老車你交給我整理 他的車型代號就是這個SkyNight GTR R32 R33 R34 照我剛才說的 整台車來 你賣的時候 把你全包丁 扛一扛 車台啊 噴煞噴完以後上手術台 也就是他製造時候的這個 模具 規格 校正 校正完以後整台車 從這個防鏽啦 底漆啦 烤漆 然後引擎內裝 全部都換新 現在多少錢你願意花 二十年之後 三百 沒丟 沒丟 等於吃得低 對 請你拿一間來房子 來跟我換 一千兩百二十萬台幣 整理一台車 所以真的有人把車子送回去 這樣重新搞一下 他好像只開六十個名額吧 已經全部都額滿 只開六十個名額還額滿 都額滿 這世界上瘋狂的人 對 所以哥開的不是帥 你知道哥開的是乾淨 你跟這台車有感情 花再多錢喔 對不對 自己的老婆能夠從這個六十歲 變回四十歲 五十萬我也花 五百萬我也花 對不對 真的嗎 我朋友呢有一天 這個打電話給我 他說 雷你來幫我處理一下車子 我車要停牌 我說怎麼了你不騎了 才剛買耶 一個月而已 才騎六十公里而已 我不騎了 你明天來幫我處理一下 好我就去 我大哥你要幹嘛 他說我要出國留學 我說你不要鬧 你大哥你不是四十幾歲 還要留學 他說不是啦我要出國深造 我就聽懂 你看他這樣 他去入肩服刑 要深造不是出國 入肩服刑你知道嗎 好我就把他車牌拆 隔天要拿去這個 應該講說停牌 那我說那你車咧 他車喔 幫我停後面 這位大哥喔 是做這種賭博性電玩 很有名 然後他就因為案子的關係 就要進去 這樣我停後面 他一個合法的職業 冷凍牛肉進出口 所以我就把他 把摩托車 停到冷凍庫裡面 停了停了 我也不知道多久以後 有一天他打電話 你我出來了 幫我把車也欠出來 我看了 五年耶 他那車冰在冷凍庫裡面 冰了五年 我把車再推出來 裝上電瓶 一發就起來 那車完全的動靈 連那個輪胎橡皮 用指甲去掐都還充滿彈性 你不放冰箱 還不是一樣 沒有沒有 真的會氧化 真的會氧化 會氧化是不是 對五年保存最完整 居然是在冷凍庫裡面 跟人有沒有 就是人生病 現代醫學沒辦法 先冰起來 冰到十秒 看我們未來的技術 這樣子 真的是很離譜 這個但是封車子的人 畢竟有固定的族群 我們正常人就覺得不可思議 但是全台灣現在全民封的是什麼 真的是封股票 所以我們要了解一下 汽車相關的股票 現在狀況怎麼樣 對 其實現在有沒有 從去年到現在 其實大部分的個股 真的是像人家講了一句話 真的是漲得亂七八糟 那其實很多年前有沒有 我有一個哥哥 其實他是外行人 那時候他買一檔股票 他就亂買 他說人家報給他的 可是他那時候他買的時候 他是買在最高是180 110幾 但是他平均價格有沒有 因為他一直攤 他90幾買又跌 一直攤一直跌 一直攤一直跌 然後他的均價是 好像是大概落在三十幾塊 因為最後他最低點的時候 是好像是在16塊 他16塊的時候 我記得他好像還拿房子去貸款 整個都掉下去了 但是還是一樣沒有動 股價一直停留在十幾塊 那時候我們每次只要聚餐 喝酒 只要他只要講到這支股票有沒有 有說他不要再說 買什麼股票 應該是當初人家 報到這檔股票的時候有沒有 人家有給他 跟他講說運 你攤了下去 所以他那支 他那一檔股票有沒有 他套了好幾百張吧 那這一檔股票 他是在做什麼的呢 他就是在做汽車科技的 那可是早期有沒有 他那時候曾經最高 100多塊的時候 那時候應該是最高點 所以人家跟他講 他就自己也沒有研究 因為你知道嗎 當兄弟的人 其實對股票 怎麼會有一些概念呢 你會不會跟我講 我就去買 買什麼 我賺錢我再請你喝酒就好 他哪會研究到 那麼多的基本面 禁止 他什麼都不懂 可是到了 我記得那時候 前幾年那時候 十幾塊的時候 他都一直跟他下面的 一些小弟講 就是說 你們每個月這樣子喝酒 一個月的酒單 也都十幾萬 二十幾萬 這一張股票才一萬多塊而已 一萬六 十六塊的股票 一萬六 你們每個月就當定存 買個三張五張 我跟你講 以後一定會不得了 你們不要不相信我 他跟大家講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沒有人相信他 這個大哥好像在講酒話 一百多塊跌到剩十六塊 你還叫大家一起跟你進去 一起死 這麼可能的事情 可是後來到了去年的時候 我記得到去年 我十一月 他們好像那時候辦一個餐會 我們大家就去參加 然後後來 這個大哥 雖然那天也喝了酒 他大家都不敢再提這支股票 因為我們會覺得說 所有的股票都漲得亂七包糟 他當初買的那支有沒有 也沒有人去關注 沒有人去follow 在想說 如果提到股票 他這支也沒去 絕對他就糊 他自己提了 他說我當初有跟你們說 沒有一支做汽車科技的股票 你們有買嗎 我們大家就沒有 說沒大沒買 他說我告訴你 現在四五十塊 你們又沒買 你們是在做什麼 然後那時候 我們大家就默默的 把手機拿出來 代號輸入下去 哎唷 41塊 真的耶 真的張起來41塊 然後我們問他說 走路有風了 可以再買嗎 他說我告訴你 這間公司 他是在做什麼的呢 他是在做LED 車燈控制器 他們早期為什麼會從100多塊跌到16塊呢 是因為那時候 他們把所有的人力還有金錢 他們把它都投入在做一個 叫做智能車燈控制模組 對那時候他們 他這間公司早期有沒有 在做這個接塊的時候 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那時候大家都不太認同 對所以市場上有沒有 市場上可能就是市占率低 那他還解釋的很有 因為我們就講一堆 那我們說 好啦 我們家庭跟我們去買你放心 結果後來 啪啪啪啪 隔天 他那天餐會跟我們一講完 隔天就啪啪啪一路漲 漲到最高 漲到了67塊左右 對但是後來還是跌回來 還是整理完 還是回來到50幾塊 可是我們有去給他看 這一間公司有沒有 也進去 發動他的一些新聞 看大家說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在做的 我們進去看 這間公司真的不得了 這間公司有沒有 他從去年開始有沒有 他接到北美的三大車廠的一些訂單 聽說是百億元的訂單 而且喔 簽的合約是高達十年之久 對 而且他去年 去年年底到今年的第一季的時候 好像要生產一千萬組 對所以我們在那邊相信 你那邊想說 哇 剛才說的也是真的 哇這誰他過敏啊 因為什麼 他的均價一直攤平嘛 那現在50幾塊的時候 他賣掉他一定賺很多啊 所以我們那邊想說 原來這樣誤打誤撞 黑白公公的股票也會去 他也等好幾年了耶 對啊等了五六年啊 苦手含搖啊 所以但是台股現在就是真的很瘋 各股都漲得亂七八糟 好 那不會三排啦 來